各位男道乡亲,大家好,我是陈美娟 欢迎收看今天一位17号的男道新闻 全世界上大制约集团 将在男道市的中性生存 固定研究风区 投资17页,设立仗地 是公金的地区制约场 附计在2点的党港,免得党开用 这是男道官这几年来 上阶段的投资设计案 男道官党里面前也相当欢迎 表辞的专业配合强项的建筑 也不愿意说这项道主 可以担当男道官在港上参业 重新跟健康的领略 全世界上大制约集团 各位在男道市的中性生存 固定研究风区 设立建筑会的工程 男道官党里面前是表辞相当欢迎 我相信 保证集团这个17页 投资在我们中心新生的高层研究员区 那么一定可以带来我们中心新的发展 然后带来我们南投县的就业人口 这种投资的政策 我们县政府非常的欢迎 同时将来在请兆方面 我们也会潜意地来配合来支持 这个研发中心它不是生产单位 它只是在一个研究发展 创造新的协业 协力的一种这些产品 那么创造出来之后 那么它再把这些创造的这个技师 再送到他们在国外的这些工厂来生产 所以不会造成我们中心新生的 这种空气环境的污染 关乎相信这种工程的设计 对南投官党业的发展 会有相当的帮助 更是出卖的转移来配合 它所在的土的地方 是属于我们南投市的中心新村的地方 它当然可能带来除了就业人口增加之外 创新研发的能力 也应该可以带升 提升整个南投地区的 工业工商产业相关的创新研发的能力 还有当然它以后的中小油产业的部分 也同时会带动中小油产业 在南投产生一个群聚的效应 关乎马标识 在三个政策 建设都市计划丁顶 提供最好的条件 让出乡顺利进入南投 也相信将来建华港党 对南投官的工商商业 会有借名的影响 记者显示 创新报道